转眼2023年即将过去 在这一年时间里 葡萄牙发生了哪些大事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葡萄牙2023年十大新闻 2023年1月18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葡萄牙经济部长表示 葡萄牙旅游业再次创下了新的记录 2022年度收入200亿欧元 想必2023年这个记录会再次打破 葡萄牙旅游业越来越好 希望2024年来自中国的游客 也能让葡萄牙的华人私道 接团满满 葡萄牙移民局放宽在线换发拘留范围 进入到2023年1月份下旬 苦苦约不到换的葡萄牙黄金拘留 也开放了在线换发 有需要还是可以找宝马街服务中心 协助在线换发 后续也放开了2023年过期的 5年拘留卡在线换发 大大方便了拘留过期的人 2024年希望接着开放在线换发 只是目前跳红字的黄金卡 还是无法预约 只有一个字 等 葡萄牙三月份开放普宇系国家 免签来普 降低了入境门槛 直接让葡萄牙的外来移民人口 年内突破百万 而且针对已经在葡萄牙的 普宇系国家公民 也放开了半居留的门槛 直接15欧元在线生成居留纸 虽然只限在葡萄牙境内 但也是一种身份证书 比起目前还积压着的30多万份882和892申请的拘留 已经是光速好运了 葡萄牙在2023年8月初成功举办了市清日 超百万青年齐聚葡萄牙里斯本 在7月下旬 里斯本市政厅就开会宣布各种措施 封路 宅家办公等等 拼命为活动让路 赴华签证越来越开放 入境核酸也在2023年8月20日正式都取消了 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状态 买张机票随时走 不用做什么检测了 目前葡萄牙直飞中国的航班 增加到每周四趟 这也大大方便了在葡华人侨胞往返中国 葡萄牙黄金签证房产投资类彻底结束 自2012年10月份黄金移民开办 到2023年宣告结束 前后10年吸引了大量的投资 也助推了葡萄牙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剥离了房产投资的黄金签证 剩下的就都必须跟房产无关 才可以办理 比如投资其他行业的基金 或者是开公司雇人等 但总的来说 黄金签证因葡萄牙移民局的低效 两三年都拿不到卡 或者杳无音讯的 逐渐也失去了吸引力 葡萄牙移民局解散 新的移民局上线 换居留也兵分两路 普通换发到民事局 疑难杂政到新的移民局 结果运行的并不十分顺畅 预约也陷入抢号难的境地 换发完成后迟迟不置卡也是罪了 最后再弄了一次过期居留 在延期到2024年6月30日之前有效 让新卡没收到 老卡换不了的再不华人侨胞 还能做直行来回 也算将就着用了 葡萄牙最低工资宣布再次提升 2024年葡萄牙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820欧 也就是说2024年1月1日起 报税最低基本工资线就是820欧了 其实跟通货膨胀也有关系 物价飞涨 而且2022年葡萄牙经济增长 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高 相比最低工资增加后 民众购买力还是没有多少提升 房贷压力也是压着葡萄牙很多家庭 葡萄牙新机场选址基本敲定 基本就是在里斯本对江选一块地方来盖 只是选好了 后续还要看哪里搞钱来弄 又得经历漫长的讨论 等真的盖好里斯本新机场 可能马斯克都登陆火星居住了 最后一个最重大的新闻 当然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辞职 毛毛躁躁的葡萄牙检察院搞了半天 结果是另外一个科斯塔 但老科也是毫不客气地宣布了辞职 这使得葡萄牙的2024年充满了许多变数 影响也是很大 2024年3月份重新选一位葡萄牙总理出来 但可能再也没有像老科这样的大政府总理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即将迎来的2024年 祝愿在蒲华人侨胞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记得看完了 点个赞